奉明威一口气跑出御书房 真好遇到了匆匆进宫的男人 慕容霄刚从军营回来 听说她进宫了 便召集来接她 慕容霄 威儿 父皇训斥你了吗 奉明威气死了 眉眼网上树 眼睛带着熊熊火苗 实在闷染住 上去一把揪住她耳朵 好你个猎王 你居然敢坑本郡主 急风前撞急忙躲开 谁让你跟父皇提生孩子的事 还想让本郡主给你生孩子 想得倒是挺美 威儿 我们先回府 回府之后 本王再跟你慢慢解释 本郡主还要去御膳房 给太后做菜 本郡主遇到你 真是上辈子欠了你们慕容家 你先回府 本王会让人坐了送去永和宫 站住 本郡主回去再跟你算账 父皇是不是说 只要你做的菜太好吃了 就安准父王回京城 陪你过除夕 你倒是清楚 是不是你们父子俩串通好的 本王是跟父皇提过这事 不过这些都是为了说服父皇 同意父王回京的借口 你说年弟想去西北 可本王想 父皇和皇祖父肯定都不会同意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父王回京 若能回京 到时候就可以想办法 让他留在京城 不用再去西北受苦 生孩子的事 又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皇祖父想 我们尽快有个孩子 一直念着抱曾孙的事 见父皇一次 就提一次 父皇没有办法 就找了本王 本王变成机会 用这个借口提出 让父皇回京的事 虽然是借口 可也是他心里渴望的事 这阵子不仅本王被催生了 其他王爷也一样 我身子虚弱啊 现在要不了孩子 如果你真想生 那就取侧妃给你生吧 本王只想跟你生 我要是不能生呢 那本王就不要孩子吧 你也别再提给本王纳妾的事 本王说过不会纳妾 就绝对不会失业 凤鸣为脸颊 撞到冰冷的盔甲 心里有些异样划过 没有推开他 嗯 那就先不提吧 你不想生的话 本王不会比你 不过 你也不能总是拒绝本王呀 孩子可以不生 但他不能一辈子都吃素 那还是给你取两个侧妃吧 女人推开他快步跑开 慕容霄唇脚勾了勾 有些无奈 就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太着急了点 慕容霄抬脚跟着去御膳房 在对面上的词 我们下期间的词